大家好啊 這裡是九兔 今天的新賽季 強勢推薦 內容是幫各位整理 22季有哪些槍枝與角色比較強勢 以及有哪些小吃勢與技巧 是你一定要知道的 無論你是新手 還是老玩家 回國玩家 相信本片都能幫助到各位 快速認識這次的新賽季 那接著我們就廢話不說喔 馬上開始今天主題吧 那我們最先要討論的 當然是槍枝的部分 畢竟這季最大的亮點 就是雙槍的加入 還有機槍要射BUFF等新元素 是否能影響到整體的武器環境與選擇 那先說結論 根據我自己的實戰感想 以及我有看的 各大主播心得做總結的話 個人認為 排除掉空頭槍 目前的強勢武器 分別有 LSTAR 豪犬 滿配雙墨3 死敵 那如果你是有一定程度的老玩家 其實這次被大砍的 漢洛哈伯克 依然也還是很強勢的武器喔 比如說 你能夠像這樣 用時間差打出中距離壓制力 那漢洛就還是大跌 或是你用哈伯克 能盡量在開鏡的距離交火 去避免需要全腰射的狀況 或善用開關鏡來收出腰射 那只有被砍腰射的哈伯克 就不該從上級最強 變成一把爛槍 你說是吧 所以漢洛與哈伯克 其實就只是從無腦強 變成了需要理解槍之特性 才能發揮強度而已 那說完比較有爭議的部分之後 我們就說回開頭 提到的四把強勢槍之吧 首先是死敵 因為他的老對手 漢洛被砍 加上星圖 掩體與轉角多 單點的狙擊與射手武器 難以發揮 在版本紅利的加持下 毫無疑問 是這版中距離 最有載智力的武器之一了 再來是L-Star 由於新增了槍盾與妖射的buff 加上機秒好用 不適配件 以及機槍中最高的DPS等優點 讓L-Star成為了經濟槍之王 說到這 應該會有喜歡噴火槍的朋友想抗議 覺得噴火槍更好用 那我必須說 這是根據理論強度 與高蹲使用率的總結 如果有在這季嘗試練過L-Star 還是玩不好 那還是用順手的更重要 接著是我大膽預言 會被Nurve的 凹犬 這版的凹犬真的太扯淡了bro 先不說滿分的90 比以前更容易 傷害更高 這中距離隨便就是60 75的 欸哈囉 哨兵一發也才70 這距離有這樣的火力 真的沒問題嗎 所以你各位 不管以前散彈用的好不好 我都強烈推薦 可以試試看這版的凹犬 搞不好你就是下一個頂列 只是缺了把凹犬 至於滿配雙墨3 這個應該就不用解釋了吧 不管是要先用主武器打破甲補傷害 還是掏出來直接貼你一管 那個容錯率與爆發率 都是頂尖等級的 但要注意 沒滿配就去跟主流武器BATTLE 並不會太時香之外 雙墨3的強處在於 貼臉與無岩體的對槍 遇到要打高低差 轉角 以及防內對峙時 記得謹慎使用 要為了貼臉發揮優勢而白給 個人很常這樣 大家要再注意一下哈 那最後提一下被BUFF很多的301 或是腰射很扯的噴火槍狂暴 因為槍枝特色與面板的問題 與其說這些槍變超強 不如說變超可靠 主打的是容錯率 而不是壓制力 所以不能說太強勢 但如果你是在這機之前 衝鋒槍與散彈都用不好的朋友 那這次被BUFF的噴火槍L10大 甚至是301 當然都會是你近戰的首選毋庸置疑 至於狂暴沒有充能 還是比較尷尬啦吼 再來補充一下 我個人很看好的188 目前還沒有太多主播 注意到這把槍 但實際上 這版的傷害 從48提升到56之後 指甲只要4發就能放倒 打肉的敵人 最快也只要2發就能帶走 如果凹犬用不順的各位 有機會可以試試看EVA 真的好用許多喔 那武器解說就到這 最後總結一下 中距離強勢就是 史迪和洛哈伯克 第二點強勢就是 LSTAR 凹犬 雙墨三與EVA 衝鋒槍沒擴容 基本不拿 都是裸配的散彈 隨便挑一把 都能車飛裸配衝鋒槍 而沒提到的武器不代表不強 就是定位跟強度 和舊版本差不多 R空頭槍就是強 拿就完事 R99貼臉輸出 甚至跟洗衣打一樣 剩下就沒啥好說啦 那接著是強勢角色推薦 相信多數玩家應該都認同 這次22技的角色改動 可以說是近期最成功的一次 比起誰強就砍誰的 混亂暴力平衡 不如把弱的都改強 讓大家一起強 百花齊放 這樣遊戲才會好玩 而這次的更新 就是朝這條路發展 非常好方向 只要能維持 那在強勢角色的這部分 我們就針對 有更新到的重點角色來推薦 至於強很久的那些老角色 我們就不提啦 好 那我們推薦的第一位強勢角色 就是最近討論度很高的暗瑪士 沒錯 現在的暗瑪士 開飛機不但能隱形 能拉電 還能丟空頭 來一手雪中送炭 打招升級後 更能附帶掃描效果 平常開槍還自帶精苗 兼具的強度與虛偽性 且因為引擎的加入 讓暗瑪士無論是進攻還是防守 都能隨時與隊友進退 不用人保護 不再需要調位置打回戰 這感覺就像是 從一座固定砲塔變成了一台戰車 隨時都能準備開火 可以說以前暗瑪士最大的弱點直接消失 未來一定會是META角 那這邊順便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認為很重要的開飛機技巧 就是在開飛機減排或復活時 很多人喜歡把飛機貼地飛行 但其實這樣超容易被打爆 這樣只是自己的視角 看起來會很有速度感而已 其實沒啥軟用 不論你是要開飛機減排或是復活 衝進去開大技 我一律建議可以像這樣飛 而不是直直的貼地或飛高 各位可以嘗試在實戰 試試看這種飛法 飛機是不是真的比較不會爆 反正我自己都是這樣控 沒被射下來過 換作對手這樣轉 我也射不到 那阿瑪斯的介紹就到這 接著來推薦第二位強勢角色 也就是亡靈 欸? 那剛才不是說有更新的角色才提 是啊 肯定是跟更新有關才提的 雖然亡靈本身沒動刀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不管任何武器 在蹲下時 都能讓妖射的擴散縮小 此時再配上新加入的 機槍妖射收束機制 就能讓機槍在蹲下時的妖射 接近瞄準的準度 當然一般狀況下 我們是不可能拿機槍 蹲在原地一個人對射的 所以很多人就忘記 有一個角色 不但能享有蹲下妖射的準度 還能讓蹲下射擊時的儀速 超越一般站著左右扭的速度 沒錯 這角色就是亡靈 所以說 除了亡靈本身就已經夠強勢之外 跟機槍新機制的絕佳組合 更是推薦給喜歡機槍的各位的原因 只要你試過亡靈的蹲走戰車 就懂我在說什麼了 那除了上述 兩個特別想推薦的強勢角之外 在新賽季更新後 圈內就能多一格甲的控制角 以及內建靜秒的其他偵察角 還有跟雙槍很大的彈道 配散彈槍很強的馬吉或機器人 都很推薦各位去試試看 總之目前的環境 很多角色都有自己的用處 強度本身可比性並不高 根據自己的喜好去嘗試使用就可以了 那最後是各位一定要知道的 新賽季小知識與技巧 那首先提一下機槍妖射技巧的部分 前兩天我在SHORT已經上了 兩片相關的技巧與知識 各位沒看過的可以再去那看一下 重複的內容我就不追溯 這裡就補充一下SHORT沒提到的部分 比如說機槍的妖射手術 會在10-14發開始發揮最大效果 但其實這過程並不限定於妖射 所以說如果你在瞄準模式 射完十幾發子彈再切成妖射 就已經會自動帶有 最大化的妖射手術效果了 不用從頭到尾都妖射 所以你有槍盾配件時 也可以善用這技巧 先把槍盾消耗掉 再轉成妖射跟對方拼到底之類的 再來是一些能幫到各位實戰的小知識 首先是新地圖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覺得 這地圖很難收裝呢 常常走到建築物卻沒有東西撿 那怎樣可以避免這狀況呢 很簡單 你只要關注小地圖 或是按M打開大地圖 看到有紫色框圈起來的建築 就是無效建築 就算能走到裡面也不會有物資 但如果是白框圈起來的部分 不管範圍有多小 裡面都一定會有物資給各位收 肥不肥就看運氣了 那說到新地圖 休閒的新模式 無限復活 大家應該玩的挺快樂的吧 雖然有人會打到很糟 但至少不怕沒架打 那如果玩這模式 還找不到架 可以打開地圖 尋找一下哪裡有綠圈 看到綠圈 就代表那邊有人復活 可能是激烈的戰區 不想打太多組的落地架 就可以先跳沒人的點收裝 再開地圖找綠圈 踏上快樂的黃雀之旅喔 那今天的教學就到這 覺得本篇不錯 記得按讚分享它 祝各位都能快樂享受新賽季 這裡是九兔 我們下次見